这就是铁甲今晚播出,四位经理人你最期待谁? 就在今天,4月13日,让很多人期待的这就是铁甲要开播了。好开心,因为可以见到喜欢的人啦,相信很多粉丝也和我一样,心里满满的期待。 好开心。 这就是铁甲由撒贝宁、吴尊、张一山和郑爽四位经理人组成,这些天的相关消息扑面而来,四位经理人相处得很融洽,很欢乐。 其乐融融。小爽现场的综艺感很强,且凭借他的聪慧和可爱赢得了不少选手的喜欢。 一山哥在现场也按兵不动的战略抢选手的表现也很令人惊讶,而且张一山其他综艺感也不错,很期待。 撒贝宁,消息比较少,但是在明星大侦探表现甚好的他,这次活跃气氛也很不错呢。 吴尊、宠女儿的好爸爸,表现出的温柔真的好暖。 场面真的很激烈也很有趣,而且四个人互动真的是暗暗较劲也很逗趣。 一山哥在现场也按兵不动的战略抢选手的表现也很令人惊讶,听说场面真的很激烈也很有趣,而且四个人互动真的是暗暗较劲也很逗趣。 认真的模样?你最喜欢谁的表现呢?